2亿像素 120瓦闪充 5000磐电池 这样一款手机不到2000 你敢信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Redmi Note 12 Pro家 在卢伟宾眼里 如今的Note系列一代主打性能 一代主打体验 而Note 12系列正是主打体验 外观方面乍一看是熟悉的味道 但3D热腕的白瓷后盖质感上提升不少 来到接身正面 下巴梭窄至2.9mm 屏占比显著提升 依然有屏幕支架 依然是塑料中框侧边主纹解锁 但香米上代质感我觉得有进步 5000磐电池加120瓦神仙秒充组合 我们实测10分钟能从1%创到58% 25分钟创到100% 处理机是天津1080芯片 暗度度划分50万左右 基本属于效仑778G那个水平 王者荣耀实测90帧率模式可以达到89.7的平均帧率 但原神是万万带不动的 两亿像素后摄 从实拍来看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虽然芯片并不强 但强大的CMOS带来了出汇意料的效果 不知道看了样张之后 大家会满意吗 在两亿像素强大的解析体之下 放到数倍之后的文章字字清晰 在日常拍摄上能有更多的后期空间 其他配置上有XO马达立体双羊NFC红外遥控 除了没有LPD-R5和UF3.1之外 其他方面可谓是尽善尽美 不愧是主打体验的一代 一两千这个价位段 Rode 12 Pro系列必然是大黑马 必然是销量成绩 大家觉得呢 感谢大家